你们说美国的最保守的这些红脖子啊 是怎么看待现在边境的这些非法移民呢 这些润人啊 在他们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啊 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是非常反对非法移民的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对非法移民的真实的看法啊 这两天有人来问我 然后我就用川普的话来回答 这个就是川普在总统大选辩论上说的 他原话是怎么说的啊 他原话说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安全的边境 但是拜登你居然把这些边境打开 他们从全世界的监狱里和精神病院里被放了出来 跑了过来越过我们的边境 蜂拥而至 这些人全部是恐怖分子啊 这些人全部在这杀人强奸放火啊 他们越过了边境啊 住着最豪华的酒店 享受着我们的医疗保险 而我们的退伍军人却被迫流浪街头 他说这些人不单来自于南美 还有来自于中东啊 这些地区啊 来自于全世界的这些精神病院跟监狱里 他就想想啊 美国的这些红脖子和保守派究竟是怎么看这些非法移民和论人的啊 而且我现在不太明白的就是很多人为啥还在啊支持这个懂王的一个原因啊 人家说的不是真是你从全世界的精神病院被放出来的 人家的意思是全世界除了美国都是精神病院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都是监狱 明白吧 人家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个啊也就是人家心里的真实看法 我告诉你啊 董王做一个精英 他心里未必就是这么看的 因为精英啊 他大概知道这非法移民的用处 但是他的拥顿 他的这些粉丝心里就一定是这么看的 因为就是他的粉丝喜欢这么听 他才这么说 因为他这么说对他是有好处的 其实董王这个人啊代表了现在美国极端排外的一个主流 在他们眼里啊除了美国以外所有地区都是监狱 都是精神病院都是恐怖分子 只有美国才是这么一个东西 他说你看到吧 人家根本压根没把你们当人 你们在人家眼里压根就不是人 不管你是润人还是你不是润人 明白吧 这个在洪博的眼里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啊就不乐意啊 就他可能觉得人家就是这么看润人的啊 不是这么看我们的 不是啊 人家连你们也是这么看的 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就不要对这些人抱有任何的幻想 其实在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眼里啊 你不管你是非法的 你是合法的 只要你不是美国人啊 只要你不是美国的主流群体 你都是这么一群人 知道吧 他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个国家 哪个地区 俄国人在他们眼里其实也一样 因为俄国人在白人里面是那最低等 你知道吧 当然我未见证说俄国人真低啊 我只是说在他们的眼里可能俄国人比较低 很多人说啊 张思诚你为啥现在变得不喜欢董王 你原来不是喜欢他吗 我是支持红的这一方的支持共和党阵营的 但是我唯独不支持董王 其实这也是在美国国内现在的共和党这方面的一个主流 很多共和党内部的人实际上是不支持这个董王的啊 而且我这人呢也不见 虽然说他看不上非法移民 他看不上美国以外地区的人 这些人不包括我 但是他看不上我祖国的人吧 我还是挺烦他的 主要还是因为我没有受虐倾向 虽然很多人觉得自己特别有优越感 我不是非法移民 我是在我的祖国 人家董王就会高看我一眼了 不不不 这个你误会了兄弟们 我的意思真实的想向你表达就是 你不论在你的祖国还是在美墨边境上 你在董王眼里都是一类人啊 你千万不要自作多情 觉得他会高看你一眼啊 你们别破防啊 我说的是实话 这就是他在总统辩论上面的原话啊 两段原话 就大家自己可以去看看 我看国内也有这段话 只是我看很多人不去看 很多人也不把这个当成节选片给放出来 就是你知道美国现在的这些边境啊 他对这些非法移民的态度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 人家心里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看不起你们的 而且人家会觉得 就你来到美国 抢了所有人的饭碗 而且川普还直言了 这些人进来到美国以后 你们抢了我们黑人的饭碗 你们抢了我们拉丁裔的饭碗 这些人到了美国以后 抢了我们退友军人的医保 那你想啊 人家自己人受了这么大的损失 你说人家会怎么看你们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严禁于此 千万别觉得你不是润人 你在人家心里就有多高级 你在洪博的心里一样低级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 现在越来越不喜欢董王的原因啊 因为我本来啊 我在美国一直住在红州的嘛 我的这个价值观 一直都是偏共和党这边的 但是我并不支持董王这种 搞极端民粹啊 就是因为董王现在越来变得越 变得非常的极端啊 他上台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行吧 这个我也不跟大家多说了 行 那这一期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